所以刚刚说的SN2反应 有哪一些因素会去影响到SN2 或者说你在一个亲核性反应的取代反应 它在进行的时候 它到底能不能够成功有什么来决定 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的 当然本身的原来的基质 就是那个Nucleophile 亲核性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Nu它又是那个Nu的同音字 你就可以把它讲成新来的就对了 亲核的Nu 简称Nu 那在这个Nu还没有进来之前 它本身的substrate够不够稳定 它本身的本性的关系 如果它本身就已经很强的话 那就不太容易被别人取代 那再来呢 The power of the Nucleophile 就是新来的这个本性 亲核剂的本性 它如果越强大的话 好 来来来 继续来分析一下这个战略战情 战况分析 所以亲核剂本身的强度也有关系嘛 因为就是看这两个之间的PK 对不对 它这个如果比较强的话 那这个弱的话就不容易被取代 那如果这个强 但是这个又更强 那还是会被取代掉 那再来 The ability of the living group to live 那PK完之后 已经知道谁要离去了 但是那个离去机 它愿不愿意离 它离去的能力 它能 The ability of the living group to离去的倾向 也会决定这个亲核性取代 SN2能不能发生 那有时候呢 The nature of the solvent 通常是亲核性事迹是在容忌 容忌当中发生的 所以容忌有时候也扮演一些角色 容忌的效应 容忌它虽然没有直接participate 但是它会间接地participate 比如说路人讲 周遭的那种的舆论 The nature of the solvent 好 那再来 立体障碍 就是这个机质 它本身的立体障碍 它的尺寸大小 那以前有学过嘛 一个人文 它是Matthew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它是什么 甲基的 然后接一个秀 叫做什么 秀化甲丸 秀化甲丸 或者是 从英文的话是Matthew Bromine 那它也有 什么 这个是零级 就是全部都 这个中间有一个碳 如果都是接氢 的话 零级 那如果这边有一个氢被取代 变成其他的碗基 这个叫做一级 这以前你学过 他说有没有学过 有 有印象 那如果两个氢都被取代 变成其他的碗基的话 叫做二级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如果三个氢都被取代了 那是三级 三级的 那所以如果说有这几种不同级数的话 它也会影响到一个氢核性取代反应的速率 为什么 你看它这个是反应 如果是零级 发生的非常快 它这个还算快 但是越来越慢 这二级变成very slow 然后三级根本不反应 为什么 立体障碍 跟立体障碍有关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那个new 亲和性四级要来攻击的时候 对sn2它是从哪里攻击 背面攻击 对不对 那背面攻击它必须要有戏可乘 如果说它现在是一个三级的话 它的立体障碍大不大 大 所以它要足够重重重围 它才能够攻击 然后才能够取代 那如果周章的立体障碍已经很大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发生 像这个 这个是立体的读 你看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Nucleophile approaches from the backside of each and the surface area of the carbon decreases with size 就是跟它的 这个橘色的 其实你是那个什么 碳的 念机 你可以把它想成 好像碳 它能不能够攻击到 那个碳 但是如果它开始都被取代的话 它还有没有不太好攻击进去了 所以the backside of 应该是alpha 转档 alpha 就中间那个carbon 是alpha carbon 在三级的这种乳碗的话 它是完全都被遮蔽住了 就没有办法发生反应 那在这种零级的时候呢 它的裸露出来的表面积是最多的 最容易被攻击 那随着它的立体障碍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就越来反应性就越来越弱 这是另外一个图示 一样的意思 好那当然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热力学 还有动力学的知识 当然也apply到所有的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生物化学 好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有机反应发生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要去考虑到它的活化能 活化能 那比如说 力体障碍越高的时候 活化能越大越小 越大越南白银行 它的活化能会越高 好然后 刚刚还提到了 离去基本身的特性 a substitution reaction depends on a good living group 就是越容易离去的 是越好的离去基 它也需要有哪一些特性呢 比如说 they are easily displaced by another atom 他们很容易就被别人取代 那它很容易就离去 they allow the conversion of alkyl halides to other functional groups 通常就是一个好的离去基 有机反应常常会有这种 就是被另外一个关能基取代掉 好那比如说 这些卤碗里面 哪一个是比较好的离去基 佛氯绣锈点 佛氯绣锈点 蛤?点 为什么? 蛤? relative rate好了 没错 the living group also affects the reaction rate 比如说这个点 点的话它是反应的最快的 那RF呢 它是最慢的 所以在这边来讲 点是最好的离去基 Fluoride是最差的离去基 但是为什么? 它跟它的抓电子的形象 的亲和力有关系 所以 who is the better living group? 那这边跟它的抓电子的特性 会有关系 我们不是说那个Louis face Louis是减 它是 那个 要donate电子 donate电子 那亲和记 也是 它也是会donate电子 那现在要离去的这一个呢 because the weak base does not share its electron as well as the strong base 就是越弱的碱的话 它一样是一个electron的donor 但是呢 它不像强碱 donor的这么彻底 所以weak bases are not strongly bonded to a carbon 见解的那个强度 它现在是碳跟碳跟点 或是碳跟佛 形成一个键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它付出的electron donor 如果它付出的不是很彻底 它就越容易离开 它抓电子抓得不是很强的时候 就容易离开 那living group living ability 跟减性 减度没有关系 那越弱的weak bases are good living group 越弱的电子donor越容易离开 所以这个跟它的这个碱 就是说它的电子donor的强度有关系 越强的碱 就是越好的 它的亲和性就越好 越弱的碱 它的亲和性就越差 那当然有时候稍稳 也会扮演一些角色 然后这个溶剂这边 这边先大概了解一下 溶剂有时候也会扮演一些角色 那可能通往是透过它一些轻件 形成轻件 它会去影响这个 亲和性取代反应的一些反应性 那常见的一些亲和性取代 SN2的反应 譬如说像这个氯 然后它这边被一个这个 FoH2 它有机会被取代 变成一个alcohol 或者是这种Pho 瘤唇基 瘤唇基也是在有机反应 或者是生化反应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有机 像我们上次考试那个 Hu他Sion 它那个Sion 就是瘤唇 它是生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反应 那再来这边呢 比如说这个Ether 然后Shill这边又被这个SionEther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一些有机反应 SN2的有机反应 很多啊 不胜美菌 那刚刚刚我们说 有的时候会同时两种情况都可能的 比如说像这个HBR 但是现在呢是H2O 来那这个Shill它会被OH取代 结果我们刚刚看了 是被CN负来攻击的时候 它是阻害的反转 对那但是现在如果是跟水的话呢 变成是两种都有 为什么 那一定是跟它的反应机构有关系 那所以有另外一种 心核性取代的情形 它是分两步进行的 它可能第一步离去机先离去 The step one The living group dissociate first 它会先比如说Shill它先离去 离去之后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Kid Iron的形式 离去机已经走了 然后氢核基 氢核性试剂才进来 这个Nucleophile才进来 The nuclear file can approach 好那所以离去机已经离去了 那新的要进来的时候的话 它可以从哪边进来 有限定吗 没差了吗 没差了 所以它就 The nuclear file can approach both sides of the empty p-orbital 它可以从上面 from the top 或者从下面 from the bottom 都可以 那所以这导致后来 那两种可能的那个阻害都有 好 那所以像这一类的 离去机先离去 氢核性再加进来的 这种叫做SN1反应 所以你可以想 SN1是指什么吗 依此类推 一级反应 对 没错 很好 被骚扰的情况下 还可以正常思考 SN1是一级反应 那为什么是一级 因为它第一步是 离去机先离去 那跟后来那个new来的时候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了 因为那个 这边要第一步是Rx 先离去 第二步 new the file才进来 所以反应速率是取决于Rx 这是一个一级反应 这是一个一级反应 only the substrate shows up in the rain equation 只有Rx这个原来的这个机质 它出现在反应速率定律式里面 那所以它是一个一级的 substitution of nucleophilic 它是一个unimolecular 也就是单分子 一级的 好 所以 现在介绍了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SN1 以及SN2 主要这边还是在介绍 就是它SN1是分两部轴的 那所以什么样情况下 会比较容易发生 SN1比较容易发生 SN2不容易发生的是在三级 对不对 那三级不容易发生SN2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走SN1 像这个是一个三级 三级这个show要先离去了之后 这边才会有空间腾出来 给新的new 新的倾核寄来 这种三级的会比较容易发生 所以从这边也可以体悟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好 所以对于SN1来讲 它会取决于三个性 三个要素 第一个当然还是跟它本身的本性有关系 那再来呢 离去基 它要 它容不容易离去 那跟轻和记有没有关系 好像没关系嘛 它是第一步要先离开嘛 那所以这个要离开的 它愿不愿意离开 它倾向 离开的倾向大不大 容不容易离开 那再来 solvent 容紧 它是扮演的角色 那 The rate is independent of the power of the nucleophile 我们刚刚 SN2的时候 它跟轻和性的强度有关系 但是 SM1的时候 它跟轻和性的强度就无关了 它纯粹是取决于这个substrate 本身 还有它离去基的离去的倾向 以及容紧 那 Consider the nature of the substrate 从这个substrate它本性来看的话 highly substituted alkyl halides from a stable C plus 好 这个 这边离去 先离去的 这种它反应的倾向 从SM1的倾向 要大于二级的大于一级的大于 Mathiel 好 那SM1、SM2介绍完 还有一类叫做脱离反应 elimination reaction 那叫做E1、E2 所以应该可以一类类 举一反三 所以E1、E2是指什么 一级跟二级 那一级的就是elimination脱离 一级的脱离反应 跟二级的脱离反应 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以前在记得在讲动力学的时候 我们说一个反应 它有的时候它走的途径不只有一种 它可能会有好几个途径去相竞争 那所以在很多的有机化学反应里面的话 它是SN反应跟E的 就是取代反应跟脱离反应 它常常是同时发生 有些是相互竞争的 有可能它百分之多少是走脱离 百分之多少是走取代 它可以同时发生 那就两种 E1、E2 There are two kinds of elimination reactions E1 and E2 那E2 reaction occurs when二级或是三级的 alkyl halide 它是 It's treated with a strong base 有一些强的氢核的剂 然后会形成那个alkyl halide 本来是alkyl halide 那脱离的话呢 变成形成一个CC双肩膀 变成是C halide 这个是一个脱离的标准形式 就是这边有一个OH付过来 然后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shu 离去 HOH过来 然后把这个带走 然后呢 shu也离去了 所以形成这个 然后加上H2O 先形成H2O 好 那E2的话 这边它跟 这个过来攻击的 这是一步进行的 所以它变成是Rx本身 还有这个过来攻击的 这个的浓度都有关系 都能够都会去决定反应速率 所以是一个二级 你从这个反应速率看 它是一个二级的反应 好,那SN2反应 它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比较容易发生SN2 我们刚刚说 零级一级 一级 那二级三级勒 比较容易发生另外这种 比较容易发生另外这种 脱离的反应 好,这边 The strong basis cause elimination 在二级跟三级 对二级跟三级 不容易发生取代的 它容易发生脱离 好,那 cause substitution in unhindered 如果它没有被屏蔽的太多的话 它就容易发生取代 就刚好两个互补吧 SN2越容易发生SN2的 它就越不容易发生inimination 那它如果越不容易发生SN2的 那它就会走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一兔的途径 就是这样,一言以必知 好,这个是它的翻译机制 E2的翻译机制 就是清合进过来 那它在某一个时间的瞬间 它可能会开始形成 跟它之间开始有一些coupling 那这个键就变弱了 这个键就变弱了 然后这边快要形成了 所以这边也编弱了 OK 然后到最后就是 这个被它给带走了 然后这个就离去 然后形成碳碳碳碳碱碱 这样子 OK好 这看一次机制 就是这个过来攻击 过来攻击的时候 这边开始形成这个partial阵 这边有一个partial阵 它慢慢开始要形成键 那这边要形成剑的同时 这个剑就变弱了 就被弱掉了 然后这边的这个探探剑 快要形成 这边这个离去基 快要离去 这样子的一个过渡状态 直到最后呢 这个终于跟它形成一个间接 所以它被它带走了 被挥跑了 这被带走了 然后BH出来了 然后呢离去基也出来了 然后形成这样子一个吸引 OK 好 这个是E2的反应机制 那E1呢 E1刚刚说的那就是一级反应 一级的脱离反应 Elimination 那它是单分子的 Unimolecular 这个字以前讲东西之后讲过 它是一个一级的反应 好 那它就是 秀这边慢慢的就 就自己就脱离了 通常第一步是 这一步是 决定速率的步骤 所以反应速率地步是 是取决于这一个 第二步就很快了 所以第一步是主要是 在离去的这一个 这一个 好 然后最后形成 我们看一下它的反应速率就是只有从 只跟基质本身有关系 E1 elimination 就像刚刚说的SN1一样 它都是单分子的 单分子的反应 Begin with unimolecular dissociation 单分子的那个分离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讨论 unimolecular dissociation吗 记得这什么 Megnasium 它为什么会自己就突然把 秀给丢掉 我们那时候讲 Linderman 记得吗 Linderman mechanism 就是在探讨单分子这个unimolecular dissociation的机制 那 but dissociation is followed by loss of the proton from the beta carbon 所以这边会离去 离去变成这个 那但是这个不稳定嘛 所以它会快速的又变成 形成这边有一个碳碳双键 然后也这边有一个氢 跟跟这个 这边有一个 那个neutral field 去形成BH 然后这边离去 值得离去 那E1跟SN1一样 它也常常是相互竞争的 Normally occur in competition 相互竞争 那当 when an alkyl halide is treated 在一个 a protic solvent 质质性的溶剂的话 那它 这个就是在讨论 它到底 在溶剂里面的效应 It's a non-basic 它是一个强的 还是弱的 清和性施迹 这样子 所以这边的话 到时候 你们在 学正式开始 学美智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探讨 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两个 就是SN1跟E1 会相互竞争 所以往往一个反应 它会两个路径都有 那64%是走取代反应 36%是走脱离反应 它会有一个比例的关系 那这个跟什么有关 现在在帮大家回顾动力学 跟什么有关 就是当一个反应途径 有两种以上的时候 那最后决定 它的产率的因素是什么 速率常数 K码 记得吗 如果说它有两个途径的话 那K1加K2 分之K1 就决定了第一条途径 它的产率 然后K2分之K2 就决定第二个 的产率 那我们把刚刚说要命名 对不对 那先学命 先教 然后这样你有时间回去背 好 这篇就刚刚说的 如果是饱和的 Hydrocarbon 就是Outcomes 缓软呢 缓软 Cycle 缓码 Cycle Alkens 那怎么去命名 再来 如果是未饱和的话 那有两种可以是 C类可以是缺类 对不对 那C类是Alkens 缺类Alkene 然后芳香组 芳香组Aromatic 的Hydrocarbon 比如说本环 或者是其他的芳香组的 碳水化炉 就是Outline 的部分 其他 具有各式各样的关能机 那比较常见的几种关能机 比如说这个是Organic Helium 是乳化物 这样乳碗 那种乳化物 这个字认识吧 酒精 Alcohol 那这个字呢 Phenol 分类 分 Phenol Phenol 分是什么样的关能机 Owen去在本环上 Ether Ether Ather Ather 是什么 米 Oder海 全 Ketones Tone 这些简单 基本的那个常见的类别 要先知道 Amines An An 这个 Carboxylic Carboxylic Acids 缩酸 然后有一些缩酸的衍生物 然后还有一些 这边是Summary 然后Fundamental Classes of Organic Reactions 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取代反应 那还有一种 还有一类是加成反应 Addition 那就是本来 本来是比如说双剑或三剑 变成双剑或单剑 加成 然后脱离 那还有一类是聚合反应 这几类是有机化的恒物里面 常常会发生的反应 所以有机化学 它是很重要的一类化学 它是怎么界定的 它跟无机化学 主要的分别在哪里 它的研究的对象 是以谁为主 碳 有机是以碳为主 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原素配角 比如说氧 氮 氮 氮 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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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常见 出现在有机化合物里面 但是其实这个界定 只是一个大致 大范围的界定而已 因为其实很多化合物 它是有机无机的复合 形成的复合物 所以而且有的时候 有机它也会跟无机化合物反应 所以那个界定的话 只是一个 只能是一个比较粗略的界定而已 那目前已经发现的 有机物的compound就有 twenty million是几种 两千万种 二十个百万 两千万多种 甚至更多 所以有机化学的 人变好 我怕是 它前途无量 对对对 对 是 是 无量 不是亮光的亮 是 那个 quantity那个亮 那但是 既然有两千万种 你有可能把每一种都认识吗 不可能 所以学有机的准则 就是你把大原则掌握好 大原则 或者是它常发生的一些化学反应 主要是学它的这个 rational is organic chemistry is rational and systematic 它的系统 它的这个 它的一个 道理 那这个是它的一些背景 the term organic是怎么来的 它主要是去用来去描述一些来自 动物啊 生物啊 动物或者是植物的相关的 countdown 比如有机 那 inorganic 就是相对它 就来自主要来自一些矿物啊 或者是非有机物的 就叫 inorganic 5机 但是在1828年的时候 这个科学家 synthesized Uri 尿素 他去借由合成尿素 他怎么做 去从 boiling ammonium cyanide with water 去合成尿素 this is proving the theory that organic compounds can only be made by living things 记得吗 以前有学过 它是从物积 然后去 去合成变成有机 有机物 in nowadays the boundary between organic and inorganic 其实是很模糊的啦 有机物跟化合 有机 有机 跟无机的界线 in the mind many scientists are dedicating developing none raw materials of organic inorganic complex 有机 无机的复合物 可以取它各自的优点 这样 让它发挥更特殊的特性 那这个就要靠你对有机物本身的了解 对无机物的了解 以及它们所涉及到的能阶结构啦 然后热力学、动力学这些 那为什么要学有机 pervasive in nature 它在自然界里面太常见 而且它是我们生物 它怎么去运作的一个化学的基础 improve standard of living 比如说你去设计一些药物啦 或是设计一些新颖的材料啊 来改变人类的生活 所以以后你们有没有兴趣 所以有机这边也要学好 那只是我们古化这边的话 只能介绍一点点而已 但是你们大二 大二的时候是有机 大三是无机 然后大二还有分析 大三还有物化 每一个领域 认真学 前途无量 那这边怎么去进入有机 examine structure 去了解它的结构 结构往往衍生出它的化学特性 那化学特性往往决定了 它在比如说生物体内它扮演的功能 或者是在一些工业上面它所扮演的功能 这一些功能都来自它的本身结构的特性 能极的特性 那跟它的结构有关 好 好 来 Versene structure 它结构是非常复杂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常见的这个是荷尔蒙的结构 那这边有一些氨基酸啊 然后DNA的碱基啊 的base啊 这些啊 Dynamite DNT是什么 对 炸药 这些都不脱出 都是有机化学的范围 对 那所以有机化学学校要做正向的事情 不要做炸药 或者是做炸药 所以这个结构跟Reactivity 这之间的关联性 也要掌握好 那所以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几大类重要的有机化 我们主要是要去了解 这些具有特定关联机 或者特定结构 它们的原子原子之间是怎么间接在一起的 那有哪一些关联机 它扮演各自什么样的角色 那这个background背景 其实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基础打下来了 希望 从结构上面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从一开始讲的原子结构 轨道 辨子主态 然后 化学键 离子键 凤架键 等等 錄影子结构 这些 然后到我们最后混沉 加键 离律 这个 一步走来 就是为了有机化学跟无机化学 生物化学做准备 各有各 每一种原子的它各有各的主态 各有它的特性 这个 这个是可以比较快的看出去 那 这边呢 为什么碳它会比较倾向于生成四个键子 然后蛋形成 跟它的它的这个价电子有关 对 所以 跟它的电子主态 跟它的能极结构有关系 原子的分子的表示方法 这个有学过吗 嗯 你可以用键 錄影试点的方式 或者是你用这种线的 然后脚 那种脚 剑脚的关系 或者是用三兵 一些 或者是你画它的轨道 这有各式各样的表示方法 这个 好 轨道这边 可以 如果没有很熟悉的话 我去复习一下 好 嗨读 好 来来来 这边 来背 好 这个课本 有 哈 但这边这边有列一个主要的主要表 课本有吗 我们先顶头看一下 课本有吗 我们先顶头看一下 课本 课本 目前没有看到 但是 就是 呃 这边有几大类 这个我到时候会请乔老师把 PPD给你们 或是PDF给你们 Hydrocarbon这一类的 然后乳丸类的 有含氧的 有含氧的 有哪些 有含氮的 有含氮的 然后缩酸的 引生物 还有含硫的 含硫的 含硫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类 好 然后 Hydrocarbon这一类 刚刚已经讲过 讲两次了 第三次应该就很熟了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这个是什么 含氮 看 Hydro proposing g mont都 Armstrong Hydro Hydro hッ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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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Ě hッщı hŚ hッŚ hッ 好,然後這個是A-ring,A-ring,A-ring是甚麼? In也是C嘛,那A-R,因為它是一個,一個像那個環狀方箱這樣子的結構 好,然後Hallogen containing含碗的,譬如說這個碗,乳碗,或是碗肌的,含碗肌的那種乳化物 它其中可能某一個氫被網際取代,然後這個是接一個A-ring,就是接了方箱組的 那含氧的呢,Alcohol Phenol,這個我們剛才看過了,它Ether,剛才你看過了 這個Apple,Upside,它這個是這樣子,有一個環氧,它就是,你看 你看,這是一個環,然後中間有一個是氧,是一個環氧類 Ketone,Odehyde,Carboxylic Acid,同類,Odehyde,全類,然後這個是縮酸類 好,然後含氮的,所以這一張表,可能它有一些英文字,它是屬於哪一種對齊吧? 好,然後它縮酸類的衍生物,潘流的,潘流的,像這個是Sulfine Cyo,Sulf Oxide,Sulf Oxide,然後Sulfon,它是接兩個,這個比較少見,然後Cyo-East 好,所以這個是重要的一些關門機,那我們先看課本,你們可以先開始背的 Auchen,甲姬、乙姬、丙姬、丁姬、丁姬、丁姬,前十個姬把它背起來 第幾頁 第1022 碗類叫Auchen,那不同的碗,有不同的名字,像夾碗、乙碗,一直到這個,夾以丙姬、霧姬跟心,到心碗 Methan,Ethan,Propen,Penten,Penten,Hexan,Hepten,會唸了嗎? Acten,Nonen,Biken 這應該有沒有,上次我們不是要大家背1到10嗎? 1到10嗎? 有一些很像,除了Methan跟Ethan之外 其他,比如說Penta就是5,Pexa是6,Peta7 所以5個,以後的東西就是把自首換掉就對了 會唸嗎?會唸嗎?好 很好 那Table21-2,1024頁這邊 他這一些雞,常見的雞,簡單的碗雞類 Matthew是甲雞 Asio,就是他把他的字尾變成YL YL,Matthew,剛剛甲碗是Methan 然後把ANE,碗的自首是ANE 然後他如果變成是一個G的話 就變成去掉ANE改成YL 所以變成是Matthew,Athew,Crapheal,IsoCrapheal Buteal,Buteal,SetButeal IsoButeal,AndTurchButeal 然後他那個賓機有不同的準備的賓機 對 然後還碗類 A1027耶,這邊還碗類 Cyclic Alcans,還碗 嗯,命名我們節目考會考一些齁 嗯,一些啦,簡單的 或者是你要知道他的規則 那我給你一個名稱,你去判斷他對不對 這樣,好不好 這樣 好,然後21-3是Aromantic Hydrocarbon 方箱族的 來看一下 方箱族的Hydrocarbon 是在1031耶這邊 有一些規則 你們看看,光時間不夠 講規則的部分 下禮拜 你們回去先把簡單的背起來